10月1号是中共窃国64周年 那么中共的喉舌媒体是刊发社论 九次提到所谓的梦还有梦想 中共总理李克强也提到 要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然而有评论指出 共产党的梦想和老百姓的梦想是背道而驰的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共产党的迷信崇拜 已经彻底的破灭 中共也只能是打出民族梦国家梦之类的 来忽悠一下老百姓 9月30号人民日报刊发 为现代中国凝聚梦想力量的社论 宣称中国人离所谓的民族复兴梦想 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在这篇共济八段的摄评中 竟然出现了九次所谓的梦和梦想 网友嘲讽中共做的是青天白日梦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 中共以复兴民族梦想作为包装 借此绑架欺骗国民跟着他走 9月30号晚中共国务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提出 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 今年3月的人大闭幕会上 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党媒社论声称 中国社会各方面现在都激发出 实现梦想的信心与力量 但是旅美原大陆史学家刘英权指出 中共最近大肆打压网络自由 镇压维权和信仰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提民族梦想 没有人会相信 数周以来 中共大肆抓捕网络批评人士 德国之声说 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言论控制权受到了威胁 知名博主有的被捕 有的被迫在电视上出丑 一场网络文革就要逼近了吗 而9月10号 中共两高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只所谓编造恐怖信息者 没有传播行为也可以定罪 民众发出所谓开玩笑的网贴 也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老百姓从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生活能够看到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 中国的梦想 老百姓的梦想 就会一步步的更加的遥远 共产党的这个梦想呢 和老百姓的梦想是背道而驰的 它都是为了一党专制的这个 维持它所谓的红色江山 为它所服务的 今年元旦广东南方周末 刊发弘扬中国梦的社论 结果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成为轰动一时的南州事件 这篇社论最后改为了家国梦 中国的网络世界发出了人民的心声 网民自创的中国梦 道出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梦想所在 中国梦不是东西的梦 中国梦不是东西的梦 中国梦不是平立的梦 中国梦不是坦白的梦 中国梦不是万一的梦 中国梦是民主的梦 中国梦是滚的梦 中国梦是民间的梦 中国梦 地步